Hello 大家好 我是Odell 話說我已經有一陣子沒有報告關於non-jupers的影片 所以今天影片主要是想講報HKU non-jupers的資料 一般HKU9月底已經開始接受申請 也就是說現在已經開始收錶 我也有上網看過 它已經出了很多2021年入學的資料 所以大家已經可以上網查看 我也會把連結放在我的描述 方便大家可以找到網頁 如果大家去了Admissions的項目 其實它真的有很多資料 最重要是它有一個important date的項目 大家可以查看有什麼日子要留意 主要是10月有一個info month 10月31日它會有一個virtual information day 是由9點到下午6點 其實它也是想取代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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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親身去到大學 HKU就有分1st round和1st round的application deadline 1st round的deadline就是11月18日的下午12點 11月30日它會要求你的一些referry 去交reference letter 當你交了這個application之後 然後陸陸續續就會收到不同的faculty 會邀請你去面試 不過這個就是好看你報什麼program 以及你的faculty 會定了你的interview 在哪一個月份進行 所以你可以去那個版面 然後你尋找到最底 它應該會有一個table 寫完每一個faculty大概會什麼時候interview 然後它就寫說1月4日開始就會收到offer 那如果你2月中左右都沒有收到offer的話 那你就可能是被人放在waitlist那裡 但它也會繼續去考慮究竟收不收你 所以其實去到interview完之後都是等的 至於main round的deadline 就比較遲 其實你可以一直apply到8月21日才會截止 我會建議你可能早點交了表就會好一點 就是始終會早點被人邀請去interview 那可能你的機會都會大一點 另一樣要確認的是 就是一些admission standards 就是你每一個faculty 或者每一個program 它所需要的一個最低分 或者它有什麼要求 那其實除了成績上面 就是你考GCE或者IB 它都會看你有一個叫做 first或者secondlanguage requirements 那可能是你考IGCSE或者GCE的成績 又或者是你另外再考IELTS 那當你檢查完這些資料之後 你就已經可以開一個account 就準備去報名了 去到這個開account的page那裡 就會有很多東西 那我也會略略地說一下 首先呢 有一個page就是進入你一些個人的資料 包括你的ID card number 以及你的聯絡方式 然後就有一個page就是要你進入一些學歷 就是可能你讀過什麼中學 讀過多少年 讀過多少年 什麼時候畢業這些 第四個page 第三個page 下一個page 就是你的資格 就是可能你考IJCSE GCSE IELTS 那如果是公開試 就是你未考GCEA 你未考 它都可以先進入 不過你就寫著你的predictor grades 以及你什麼時候 就是放榜的日期 然後下一個page 就是你的program的choice 那HKU呢 它給你的choice就是有五個 基本上就是一個first choice 然後就是四個other choice 那你可以選擇不寫完 之後就有一個page 就是進入你的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那HKU呢 也有一個特別之處 就是它會分不同的範疇進入 而每一個範疇 就是進入三個 它主要的分類就是有分 Leadership Communication Global Mindedness 然後Outside School 和Others 所以你在進入之前 都要想一下你的ECA 如何安排 因為你不會重複入 同一個進入不同的範疇 那裡 還有你都要去想一下 究竟你的ECA 是否適合放棄那個分類的那裡 在下一個page呢 就是進入這個reference 那你是不需要馬上訂定 reference letter 上去先 因為它是會給你時間進入的 就是好像剛剛所說 就是11月30日才交reference 那你主要就是需要進入兩個reference 的contact 包括他們的email 他們和你有什麼關係 那樣 那還有 只要你進入了這個資料之後 其實學校就會再另外 傳一個email給你的reference 告訴他們 什麼時候 或者怎樣去交這些reference letter 那基本上你是可以 不需要一次過打完所有資料 你是可以 無限地進入你的account 去更改 這個也是apply到你的choices 那裡 不過就在deadline前 才可以不斷改choice 因為 一個的deadline 就是全部東西都會 finalize 好 那在報名之後 你就 基本上就要不斷 檢查email 以及去portal看 那就是他有什麼update的東西 他都會先發了email 給你 告訴你 portal上有些更改 那你就先去檢查 究竟有什麼更新了 就是包括 可能他請你去interview 或者他給了一個offer 還有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雖然你有五個choice 亦都是不同的faculty 但是 他們每一個faculty 都不會干涉到大家 就是他們未必會知道 你是報了另一個faculty 或者另一個faculty 究竟有沒有給到offer 所以你可以一次過收到幾個offer 都可以的 那可能當你過了interview 亦都收到一個offer 那他就會給你一個時間去回覆他 通常給你兩至四個星期去回覆 究竟你是接受這個offer 或者是 去申請去延遲 你可以回覆的deadline 那當然啦 如果你要去申請去延遲的話 你會給他一個很特別的原因 基本上 樓委費就是五千元 是不能退款的 而你交表的費用就是四百五十元 也是不能退款的 但是呢 比如好像剛剛所說的 你收到三個offer在手 那你只要交一筆留委費 其實你都已經可以 保持這三個offer 那HKU呢 很特別是 在你上載一些file的時候 全部都需要重新命名過他 因為他有一個很特別的格式 需要你去跟著 基本上就是你的application number 然後呢 underscore 你的名字 姓 underscore 然後呢 就是這個item 究竟是什麼 所以呢 一定要記得去 改了名字 才去上載 而呢 每一個file的一個上限 就是10MB 那為什麼要檢查得那麼清楚呢 因為呢 很恐怖啦 就是他上載之後 你是不能刪除 所以呢 一定要檢查清楚 你上載了什麼 而且也是剛剛那句 要改了名字 才去上載 基本上呢 我是在他第一回合前一個星期 才交表 然後呢 我的第一選 就是當然放了這個MBBS Program 然後呢 其他兩個選 因為我沒有放完 然後呢 在12月10日呢 就收到一個email 就叫我去Madison那裡 interview 基本上是沒有說 留很多時間去 給你prepare 因為他12月中 才發ememail給你 因為12月19日至20日呢 就已經會叫你去interview 但也都這樣說啦 因為Madison呢 它是用MMI的形式 其實你都不可以預備很多 都是考你即場反應 所以 都純粹是一個星期前 給你有定心理準備 1月9日呢 我就收到這個Social Science的Conditional Offer 因為Social Science呢 它就不需要interview 所以它就會比較快 會給你一個Conditional Offer 我都是去到大概2月19日左右 才收到一個Matic的Offer 如果好像他剛剛所說 2月15日 你都沒有收到Offer的話 即是不代表你是不會有Offer 純粹是陸續這樣給Offer 所以 如果大家去到2月中 你都沒有收到 即是等一下 也都不需要那麼失望 因為它不是真的代表 2月15日前 我都基本上分享了我想說的東西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或者至少讓大家知道 大概這個報名的流程是怎樣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問 或者想知道的東西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又或者去IG那裡私底下 direct我 都會去回答你 希望即將報囊Jupper 的你可以一切順順利利 如果這條影片幫到你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還有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就可以知道我什麼時候出片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